公内新闻 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才是最好的 其实当然大家对媒体有很多的批评 但这事情毕竟还是有发生 被高度拿来做讨论 跟真的让很多观众们看到很生气的 这样状况毕竟也还是有 但这样的影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我当然首先还是请教的人俊 有人说到制造了假新闻 说是对岸的网友们骂了台湾人 那也碰到了说 只要跟马中文握过手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这是应该一个媒体在空难新闻上头 报道的方向跟角度应该怎么做吗 我当然认为就是说 每一个非常事故的检讨 这个在第一时间 因为其实在任何资讯不透明之下 那媒体发挥了一定的功用 就是说他从各种不同角度跟面向里面去做探讨 那其实让大家都有一些想法 可是重点就在于是您刚刚所提到的 比如说用制造新闻的方式 甚至是刻意在制造一种对立的时候 你会看到社会的氛围并不喜欢这样子 尤其您刚刚特别提到说 去制造说一个握手的那样子的一个画面 想要去延续之前的那个话题 后来那新闻怎么处理 撤掉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的反应太过于 认为说这样的东西是不适合存在 我认为台湾民众 他现在有一个理性存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媒体他自己需要能够自觉 就是说在某些时候 你可能用戏虐的方式 可能大家听听就算了 可是如果连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或在大家都那么的悲伤的那样的一个时刻 你去做那样刻一个连结 我想这一次给媒体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在于是那样的操作方式 是大家所不爱的 而且这样的方式 难道你要认为说 以后还要再这样做吗 我认为媒体自己应该要 取得一个教训才对 测掉了 应该这么做 但是其实在网路上的新闻 也被同样的电子媒体的网路新闻 给发现这样一个 算是制造新闻的一个结果出来 我相信像委员 您这样的立法委员身份 您对于媒体的报道 一定是天天都冷暖自知 但是在这样这么多的 这样这次的死了这么多人 而且很多是你们高雄的乡亲 但在这个时刻的新闻 还要告诉大家 跟对岸也会有关系 这算哪门子跟哪门子 我想刚刚任俊提到说 其实发生这种不幸的时刻 怎么样去抚慰人心 怎么样透过这个事件去检讨 比如刚刚提到很多 马公机长不足的地方 媒体要做了 这48条人命付出去的代价 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什么 刚提到老师提到了 机长提到了 政府没有做的 我们要逼着他做 藉由这个过程里面 重新检讨马公机长 有没有因地制宜 有没有与时俱进 比如说现在没有江洛坛 现在二林跑道里面 本身没有ILS系统里面 这些东西里面 政府是应该投入金会 去改善什么样东西 刚机长以他专业的经验 告诉我们 纵使零二跑道 有所谓的水平定位台 也有所谓的降落台 但是前提是 它的灯光不够强 也不够 大家想想看 马公机场是大概过去 在二三十年前 就是个军用机场 谁会想到说 今天的运量那么大 谁会想到说 今天的观光客那么多 很多人认为说 马公大概只有半年的观光计 但那非半年的观光计 是什么 是澎湖乡亲要回去 本岛去看看他的家人 回到去探亲的 还是要重视安全 所以我个人感觉到说 媒体的报导 每一个人都要抢独家 很多人都为了搞 所谓的报社的既有的立场 去投起他的报社主管的所好 去搞对立 去抢的那一块 不管是懒的 或是绿的市场 我个人感觉真的要停止了 台湾的社会 老百姓是有理性的 这个事件一出来以后 你看被谴责 对 甚至我看到那个 写这个新闻的记者 也被几乎被人落双手 所以这个东西里面 千万不要再去放假这个作用 这个会反噬 回到自己的身上 好 机长 那澎湖的机场问题 您还要给一些 什么样的忠告吗 是的 就是说这个机场 如果能增加这个 IOS一降系统的话 对一降系统 那对这个大家来讲是个福音 同时呢 对牺牲的这四十几位人员 也是牺牲的有点代价 为什么呢 10多亿也要做吗 10多亿是很大力量